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戴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奇缸 就是这个母契奇 什么事呢?作为塞尔维亚总统,塞尔维亚当然是欧盟的 候选国 其实他 就对 西方制裁俄罗斯極度不满,尤其是他想加入申请的欧盟 欧盟是批准实施第八轮 对俄罗斯制裁方案的 包括禁止 超过价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 通过 海路运输到第三方 禁止 向俄罗斯公司提供 信息技术 工程 和法律服务等等 而欧盟 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方案 立即引起 塞尔维亚总统极度不满 他 就说 欧盟针对俄罗斯石油 出口最新的制裁措施 其实是欧盟针对塞尔维亚的 第一套制裁裁施 即是 你现在不是在惩罚俄罗斯 是在惩罚我们 没有契奇 就 在 一份声明当中 就说 欧盟 是 我们未来的 恥辱和苦难之地 哇 说得这么大 并且 是 被 抨击 欧盟的政策 唯一 一贯的特征就是对 自由国家进行报复 现在 因为 你记住 俄罗斯石油 不能通过海路 在第三方 亦是禁止 这个俄罗斯公司 得到其他技术 在欧盟的制裁方案当中 当然 只要是超过格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 就是禁止 通过海路运去第三港 而塞尔维亚 正正就是通过克罗地亚港口 从海上进口俄罗斯石油 所以他就这样 你是惩罚俄罗斯还是惩罚我们 我们很理赖俄罗斯石油 再通过管道 记住 通过克罗地亚港口 从海上 进口俄罗斯石油 再通过管道 运到 塞尔维亚的境内 现在 克罗地亚拿不到俄罗斯石油 怎样运到塞尔维亚呢 欧盟的 新制裁 令到塞尔维亚的石油进口 成本最少上升20% 所以他这么生气 其实 说回 欧盟自己都这么难捱 搞这么多制裁 制裁是可以 但是你要计算你自己的损失未好大 你有没有想过你人民 浓冻将至 能源危机也都令到欧盟的寒意越来越重 一些不好的心情 在欧盟 内外都在蔓延 欧盟统计局的最新数字就显示 欧元区9月份的通胀已经达到10% 其中能源价格 同比上涨 是达到40.8% 欧盟能源事务 专员 欺母深 其实 在记者会上也承认 欧盟的能源部长现在都很担心 今年冬天对欧盟来说很艰难 而明年冬天甚至更加艰难 与此同时 其实 另外一个超级有钱佬 就是微软公司的创办人Bill Gates 比尔盖茨也发出警告就说目前一些 欧洲国家努力地 放弃俄罗斯能源 但是又没有可行的代替方案 欧盟 今年冬天 可能会面临非常可怕的局面 其实 之前 上个星期他们在布鲁塞尔开了会 讨论了 现在这个最新的制裁方案 当然欧盟也说各方对于 降低能源价格的紧急 干预措施 是达成了政治协议 这些措施就包括为能源公司 收入 是设定上限 并且将 超额利润反还给消费者 成员国同意减少 高峰时段用电量和减少总体 用电需求等等 但是你动的时候也没办法 不过 欧盟也承认 由于各个国家 大家的经济实力都不同 所以 很难才达成协议 一旦天气转动 持续的能源危机对于欧洲大陆来说造成的 影响 其实欧盟的能源部的官员都很担心 这个冬天其实 真的不容易 很难咬 自从欧欧战争之后西方就疯狂对 俄罗斯制裁 令到欧洲能源 持续紧张 天然气和电力价格的飙升 令到 欧洲通胀是到了新的水平 欧元区的19国 9月的消费者 价格指的CPI 同比增长了10% 是有记录以来首次 是双位数的 8月份 这个数据是9.1% 而在前一年 就是3.4% 能源价格上涨就是欧元区 高通胀的罪灰祸首 相比 食物 烟酒价格 其实 升了11.8% 欧元区的能源价格 比 一年前升了40.1% 所以 不单止一个冬天 可能是两个冬天 虽然现在 虽然现在 我们看到了 能源市场 当然 雪上加上是什么 就是欧佩克加这个 产油组织 说要减产 200万桶每天 能源市场需要靠俄罗斯 来平衡 当然 不单止今个冬天 明年冬天也是 现在这个能源不足 会维持到明年年底 奥契期其实上个月也说过 整个欧洲 乃至整个世界将会面临一场 真是大祸临头 而塞尔维亚都会受到影响 他就说这个冬天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会很冷 但是下一个冬天对整个欧洲人来说 可能好像极地 乌契期也说 没有人想 找到解决方法 其实他们想解决 但解决不了 只是希望他们的对手是以失败告中制止普京大帝 你们都经常说普京大帝是个大帝 而且 俄罗斯是独裁 你觉得 他有压力的吗 压力不多 有但是压力不多 其实 尤其是 这次这个部分动员 他们说很担心 俄罗斯士兵 其实他们 来自都不是莫斯科 附近 社长说过是少数民族来的 多数被动员的 那你觉得 不是俄罗斯族人 你觉得他们来说 会有担心吗 为他核心区 只要不动员很多人 他们就不担心了 但是冬天这件事是全国欧洲都感受到的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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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说 不制裁俄罗斯 当然我们是中立这样看的 如果你制裁俄罗斯可以 但是你要想下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成本 而且你成本付出多少 对吧 武契奇就说 没有人想要寻找解决 最后来 只是想着对方想 失败就可以 即是想着普京失败就可以 如果你们真的很天真地认为在军事上可以很容易 击倒俄罗斯 这样欧洲 就真是继续要为他们 可能冰天雪地的冬天做好准备 老师 你不要忘记 全球拥有最多核弹头的国家 是俄罗斯 怎样可以击败他 而且他是冬将军 你不要忘记 他们冬天来说 每次都很有运气 你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想问 你有没有想过 当然 Bill Gates 这个微软的创办人也说 目前欧洲很多国家是努力放弃俄罗斯能源 但是 真是没有可行的方案 当 欧盟的能源价格升得这么厉害 他们的公民可能就没有办法在家里有温暖的 环境 欧洲今年冬天是非常可怕的 天然气 是家庭供暖 发电 还有是工业生产的重要能源 低成本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 低成本的天然气也是德国等等的发达 国家 他们化工行业的关键部分 总结来说 这个就是等于 你究竟是否可以减少用电量 还是通过其他方式 去获得电呢 Bill Gates Unfortunately 不幸 现在 风电情况是不妙 因为风不够大 那么 法国也是要检收核电站 挪威降业率很低 所以他们的水力发电就不够 亦都禁止了一些电的出口 真的太多问题了 没错这个是完美的震撼 那Bill Gates 所有这些天然的条件 都全部在帮俄罗斯 这个才是大事 当然我们不是帮俄罗斯 只是说客观事实 是的 Bill Gates 亦都说 大家在 寒冬和暖冬 所需的 天然气差异 很大 寒冬和暖冬 有时候 可以达到三倍 所以你们最好 指望今年冬天在暖冬 不是寒冬 如果一个严寒的冬天 其实非常困难 比如大多数 就要 有个方法限制 工厂使用能源 不过这样对于德国来说 很大伤害 对于欧洲 那就是 叫做 就 经常就说是 因为俄罗斯搞到现在 那么大事 其实 能源为什么这样呢 你们 没有其他代替方案 欧洲的能源问题 根本在欧洲 仍是没有正视 它们能源危机的根源 实际上 欧洲即将到来的冬天 冬天能源危机 已经是第3次 早在2020到2021 和2021到2022的冬天 欧洲已经经历了电力天然气 价格飞升 因为 当时 风能不够 所以 它太依赖 绿能 结果是不够电 去年已经不够电了 有没有记得 今年这么厉害 天然气短缺 这就导致了煤炭和 燃料油的使用出现增长 其实 亦都令到欧洲的减排目标 亦都是难以实现的 欧盟 现在迫切需要的是 摒起一些旧的意识形态的干扰 实事求是 否则 无论普京做些什么 欧洲人都会经历更加多的寒冬 还有一宗消息也挺过瘾 记得我们 应该是前日还是昨天 Elon Marks 弄了个问卷 在Twitter 别人被骂他 当时说 应不应该放弃克里米瓦 结果他被人骂得多 他 就说 不是他就说我是乌克兰的粉丝 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粉丝 因为他担心 说小句 如果继续这样说下去 其实真的说小句好一点 他就说我是乌克兰的忠实粉丝 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粉丝 其实他 就是 说 给几个选项 问 他有四个 建议 停止我自己的建议 第一就是 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 对于 这四个公投区重新进行公投 你觉得会投得赢吗 哈哈哈 第二就是 第二就激怒了 这个 乌克兰人 克里米瓦正式成为俄罗斯一部分 第三 就是 克里米瓦供水得到保证 第四 就是乌克兰保持中立 第四点 你怎么叫他做到 本来是他地方 他说保持中立 他说保持中立等于是卖国 是不是 不是 所以 这些 这么有争议性的 他有大胆 他才敢提出来 大马sir 说句老实话 是这条磨碌才敢 政治非常不正确 你 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他也很够胆 不怕被人 X 召唤出来 哈哈哈 那也是 这件事 也是厉害的 但是 我就觉得 你这么有影响的人 而且每个都这么关注你推特的人 请你 小心一点自己的言行 不过这么说 他这样做 究竟是否故意 亦有机会 因为 你知道他不是说 440亿要收购 Twitter Twitter说现在这个价格不行 要多少 我没有看新闻 就说不行 你想原价收购 现在都不行 哈哈哈 其实当时他做这条推特 就是他刚刚 就说要 收购推特之后 就是用原价 当然 人家就说他做小 做小就搞到这么大事 不过这么说 他是不是吸到眼球呢 是的 这个也是现实 好 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再见 再见